我又想問一下 因為張啟凱現在提出來要凍結總統府的預算 要來反擊司法迫害 那想問一下委員怎麼看 國民黨這邊有沒有可能會跟進 這個問題很嚴肅 因為整個辦案的過程確實有看到違反偵查不公開 那麼非常具體的說看到總統府有介入 目前是沒有 所以要凍結總統府的預算 這一點我想大家應該更理性來討論 那到今天為止整個辦案的過程 我也沒有觀察到賴總統清德兄有介入整個個案 或是有某些跡象來牽扯 所以是否要上綱到凍結總統府的預算 我想這一點大家可以坐下來探討 那如果有具體的證據 那就可以付出行動 否則的話 因為應該把司法個案歸司法個案 那政治的一個工坊 稍微做一點切割 我想每一個司法個案 每個人 現在在偵辦當中 而且還在偵查之中 當事人也沒有看到 沒有辦法看到完整的所有激政 所以在控方跟辯方之間 目前還在極度的攻防 那我們要的是整個司法程序的正義 如果程序不正義 那後面所有的審判都不正義 所以這一點在目前為止 如果要談到總統府預算的凍結 那我個人就說 沒有看到具體的證據以前 那就黨團協商嘛 對方的意思關心 確定指私是inate到 Julie